今天煮包子吃 放一颗的小苏打 放三颗的酵母粉 用温水和面 我们用擦子把这个土豆擦成丝 土豆呢不要焯水 我们就吃它原味特别的香 不要焯水啊 现在我们撒点咸盐 腌一下刷一下它水分就行了 让它腌一会儿 我们就把水分挤出来 我这个人是温柔说温柔 这就是真实的我 在多间也好 在我的董营短视频也好 别人都看过 有些人说 这个阿姨温柔呀 有些人说 这个阿姨长相有点长得厉害 有些人说 我像容嬷嬷 容嬷嬷就厉害嘛 厉害的说厉害嘛 温柔说温柔呢 女人吧是不是应该多变才好呢 我今天的菜多肉少 娃娃说你要吃菜多多的呢 肉太多的话你不爱吃 你爱吃菜多 我喜欢吃包子饺子肉多一点 温柔就是想往 我要当婆婆的话 我就把她当我跟人家头一样 歪的时候歪 疼的时候疼 我就是这样子 结果我也没喜欢儿子 我那会儿特别喜欢儿子 我生第二胎说还是丫头 你想 我丫头生气了 有些人还说你生个三胎吧 我说再不生了 那会儿穷得很 真的穷得很 也没人带娃娃 要有人带娃娃 我可能也生你 因为那会儿咱们分生娃娃也便宜嘛 几百块钱就生掉了 就是的 我生两个丫头的时候都是花了才两三百块钱 就三天就四天就出院了 鸭鱼包子 我本来今天回去煮那个 珍珠丸子呢 把糯米也泡下来 然后老汉 鱼里上整个这儿不辣 你起来不辣 这位朋友说老汉的眼睛小 所以不辣 哈哈哈哈 点点生姜也剁上 稍微剁一下就行了 就在这个盆里面剁一下就行了 你看这个也没多少啊 睡醒眼睛也没多少 这楦子里面呢 我们放点咸盐 因为我们这个土豆那个啥子 少放点盐啊 少放点盐 放花椒面 放胡椒面啊 少放一点点黑胡椒 放点味精 把这个皮鸭子放上 现在先把它抓拌均匀 我们再放油 这是熟油 我刚热了 我捏的也不是那么干 就让它那 它里面不是含有淀粉吗 这样子捏来好高 看粘到一块了 鸭子倒了一半就够了 把这些葱花全部倒上 葱花太香了 它们挖出来单斤拌上去 给它们放点孜然 给它们放点烧烤料 放点辣面子 看 它不蘸盆子就直接和面 直接发面就放到这里面就行 你去排气了 你就可以包 不用揉了 你稍微发软一点 不要太凝 和蒸馒头的一样就行了 我现在的办法是吃的伤动 不管你还懂 你要把你们一个月的工资 在这一个月还没有完呢 就工资还没领好 你看把这一个月的工资花来了 给它计划的咱们花掉呢 我们不计算 我们先把吃的喝的 把这些东西背好 卖一下 我们猜看 有宽余的钱 卖给你上船 没有宽余的钱 这个月不要卖的 这样子才是活的日子 吃不穷喝不穷 计划不到仪式穷 你要计划好了 那时候把今年 买下那个糖病子的钱 买下三两的钱 一毛的 五毛的 一块的 还有那个托托子钱 我太难付钱了 我付一块的和一块的 踏到一块 一个皮筋 五块的和五块的 踏到一块 两块的 踏到一块 五毛的 一毛的 我特别喜欢输钱 做一遍又一遍输你 所以说我连出来了 我输一半的很快 妈妈 你给大家说一下 你那个时候是怎么分辨 真的吗 假的 收过好多给我给的假钱 我一看就看出来了 我说你这个钱是假的 我们一天买盘线不容易 你还给我给上去 假的 我给你一遍一遍 不得不齐了 我乱喊书 你哪边收假钱 把你洗掉 我乱颜 就这样煲红就行了 包子大 我们新疆的赶花也几个订三点 比开上锅挣20分钟 把火关掉蒙两三分钟 我们的包子好了 我们的土豆包子好了 给大家掰一个看一下 烫烫烫了 谢谢观看